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群众享受到人在隔中走 事在隔中半的便利 直通视线 月董辽宁 这里是直通视线区 欢迎您的收看 盘景市紧紧围绕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外资增量项目的谋划 硬核推进招大引强工作 实行精准定位招商 稳存量扩增量并举 实际利用外资大幅增长 今年1月份 盘景市新进外资超过8000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实现首月开门红 作为盘景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全球高新材料新能源电池铜箔单一产能 最大厂商长春化工 计划在盘景陆续新扩建五期铜箔项目 目前一期项目已投产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发 长春化工生产的铜箔厚度 从最初的10微米下降到3.5微米 现在看到这个3.5微米铜箔 其实能够把它做成一卷 做成这么大卷 就只有在我们盘景这边才能够做得到 其他地方都做不到 那么这个厚度呢 大概人的头发的20分之1的厚度而已 算相当相当薄 摸起来是这样呢 你感觉到不出它的存在 铜箔就要越来越薄 那它的一个电池的材料 全部都装得越多 那这样电池呢 就能够序列力越多 然后呢汽车就能够开得越远 目前铜箔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将比预期提前三个月竣工投产 我们现在预计可以提前到九月底 能够正式投产 因应这个电动车的需求 我们三期也已经开始在做可研的规划 然后配合国家的绿电发展 在封电的方向 我们还养素质 现在二期投产 三四期已经在规划 也在一些可研当中 为加大项目落地推动力度 盘景市对外资企业建立服务专员 实行五个一制度 即一个项目 一名领导 一个工作班子 一个推进计划 一抓到底 抓出实效 确保项目顺利落地 不断激发存量企业 继续扩大再投资 再生产 同时 重点围绕新材料 新能源 新医药 以及精细化工领域 进行精准招商 延伸产业链条 现在我们盘景市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 冬季大招商 我们把这个叫冬咸 变成冬芒 把猫冬变成虎月 现在各个部门都行动起来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签约项目112个 已经提前完成了 我们整个冬季大招商 这个木曜任务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还要保住脱贫成果 防止返贫的发生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营口盖州市沃龙泉镇 义和村驻村工作队 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立足产业持久支撑 让大家伙的心凝聚在一起 同时要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持续用力做好后续扶持 让脱贫群众稳得住 有就业 逐步能致富 义和村地处盖州东部山区 曾经是省级贫困村 2018年 义和村在摘掉贫困村帽子之后 向省农业厅 争取乡村振兴战略项目资金 200万元 建设村集体经济项目 大红袍里子产业园 种植1.4万棵大红袍里子树 并利用里子树下闲置空地 发展立体种植 套种大叶琴小叶琴等山叶菜 四个大棚 四五亩地的这个山叶菜 目前的销售价格是20块钱 一接20块钱 现在看的话是供不应求 振兴有抓手 村集体有产业 贫困户有分红可就业 金一鸣介绍说 村里抓产业促振兴 最终还是得落实到老乡的钱袋子里 两年来 义和村通过村集体产业 带动30多户 50多名曾经的贫困户就业 大伙的年均收入 全部达到监测标准6600元 以前的话农民都是种育民 生产方式的话 就是以农业种植为主 收入低 那么现在的话 通过这种建大棚 反击生产菜 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 提高农民的农业方面的这些收入 东闲时节 义和村两委还与大连某外贸公司 建立对接平台 让村里剩余劳动力 在家门口就可以从事外贸加工 他们都是60岁到70岁 只见这个年龄了 上地里干活也不行 所以说咱们个外面 给他引进了一些收贡活 在家康头上挑战节点 就可以挣钱 这个活如果干好了的话 可以长年欠合同 复兴是张武县阿尔乡镇 素有养殖肉牛的传统 依托牛产业 全镇百姓走上了小康路 今年在传统畜牧养殖的基础上 阿尔乡镇全力推进养殖小区建设 传统牛产业走上了规模化 集约化 现代化的新路子 村民的日子是越过越牛 走进复兴市张武县 阿尔乡镇阿尔乡村 肉牛养殖小区 6500平标准养殖社 整齐化衣 干净整洁 清筑窑 观察站 污份处理厂 一应俱全 村民郭欢一大早就来到牛社 去年 镇政府启动了集中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郭欢的育肥牛 也搬进了摄施齐全的新家 数量从30头发展为100头 他扩大养殖规模的梦想变成现实 来的话 大概也就是2500到3000 但是办到这边以后的话 经济效益最起码是能打到4000 一层牛能增着1000 作为复兴肉牛产业的排头兵 阿尔乡镇地处 农木交错带 有着悠久的肉牛养殖历史 在政策的扶持下 老百姓靠养牛走上了小坑路 可牛养多了 欣欣向荣的牛产业却遇到了新问题 随着养牛数量越来越多 养殖户的庭院就养不下了 同时养殖的粪屋对环境也造成了污染 为破解这些难题 我们积极探索新的养殖模式 就是建集中的养殖小区 2021年9月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的 肉牛养殖小区一期工程开始实施 项目占地面积40亩 投资350万元 建有标准化牛设8栋 每栋还配套了看护房和草料间 11月中上旬 养殖小区正式投入使用 可容纳800头牛的养殖小区 第一时间就被村民抢定以空 传统养牛大镇 开启了由家庭粗放散养模式 想规范化标准化养殖的快速过渡新阶段 小区采取统一管理 个人经营的模式 由合作是全程提供购牛技术防疫销售等保姆式服务 解决养殖户一切后顾之有 增加了养殖户的收入 小区还能提供20多个工作岗位 为村民增加物供收入 此外 小区内还建有街杆棚化饲料厂 粪屋储存池和深加工车间 形成了养殖污染物不外排 粪屋自元化的生态链条 绿与负齐头并进 牛鹿子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牛日子汇就小康生活新图景 去年阿尔乡镇新建三处规模化的养殖小区 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认可 每个小区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30到40万元左右 阿尔乡镇一共有三个村 有两个村年收入都达到百万元以上 另一个村也达到了50万元以上 目前我们正在规划建设二期和三期 最终的目的就是全力推进畜牧养殖 由原来的粗放型 向规模化 科学化 生态化 现代化养殖转型 大连长海县是我国东北地区 唯一的海岛边境县 在它周边广袤的海域下面 埋藏着纵横蜿蜒的地下电缆 作为海岛供电的大动脉 海底电缆保障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然而由于捕捞洋流等因素的影响 它又时常遭受破坏 为守护海岛上7万户居民的 正常生产生活用电 保障260公里长的海缆 正常运行 一群默默坚守的海岛守护者 常年飘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海面上 守护着万家灯火 1月18号13时28分 几声清脆的警报 打破了长海线电力调度中心内的宁静 连接海洋岛的一条35000伏 石海线海岛出现故障跳闸 岛上2700户居民供电受阻 石千伏应急供电线路启动 但只能满足岛内的基本用电需求 抢修迫在眉睫 街道通知的海岛抢修班负责人李广 立即组建抢修队 连夜赶往海洋岛 电缆抢修 首要解决的是找到故障点 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万用表上的波形来判断 哪个地方起伏明显 故障点就在哪里 可这次测量过程中 波形并没有异常 这让大家心头一沉 一次步行两次三次 不同位置不同潮汐反复测量 敏锐的李广通过细微的变化 判定故障点可能位于线路的起始端 石城岛附近 十多分钟后 电缆捆绑完毕 潜水员牵着更结实的电缆再次入水 伴随着轰鸣的起重机声 一条黑色钢丝圈包裹的电缆 被缓缓拉上作业船 一个拇指大破口的出现 让大家如释重负 至此40多米深 51公里长的海缆症结 终于摸清 看似简单的操作 抢修队整整在作业船上 忙活了十几个小时 傍晚时分 穿好铠甲的石海鲜海缆 重新上岗 海洋岛顺利完成线路切换 夜色中的海岛一如既往的宁静 忙碌了一天的李广和同事们 刚吃上当天第一口饭 30多年来 抢修班一刻也没松懈 尤其在寒潮频发的冬季 用李广的话说 只要没退休 他们就会一直守着这座岛 守着这万家灯火 走街串巷茶饮患 苦口婆心解纷争 一丝不苟办实事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一群来回穿梭在社区乡村的网格园 用他们忙碌的身影 让群众享受到 人在隔中走 是在隔中半的便利 一大早 寒雪就忙了起来 春节临近 不少人从外地返回朝阳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他对网格内 每一户返乡人员的情况 都要反复确认 您现在登记的这个是什么 这是咱们辖区返朝的人员 主要是在外地工作的学生 以及探亲的人员 你负责的这个网格里头 有多少户这样的家庭 我这个网格有40户 这是我所有登记的一些信息 之前入户的 这起户是今天咱们上午 要入户的家庭 34岁的寒雪在社区 已经工作了7个年头 她所在的双星社区 共有37栋楼2638户 共分为8个网格 寒雪所负责的网格区 有4栋楼296户 哪个居民住哪一栋 哪一层 她都一清二楚 你张叔 那个啥 咱们就是 今天一个咱们想找人员 一排啥 你跟人家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的吗 对对对 然后她过年打盘 那啥时候回来呀 她吧 去年因为疫情 想回来票都买了 后来说别回来了 有小孩还啥 来回不方便 今年还是不回来 就在广州过了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 网格园的服务 也从办事窗口 延伸到了居民家门口 入户走访 了解居民的生活需求 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也是韩雪每天的必修课 85岁的社区居民 王勤英 自己身体不好 还带着一个残疾的孩子 生活十分困难 买药 买米 买菜 每次入户走访 韩雪都一定会去她家看看 到了中午 韩雪回到自己50平米的出租房 这是去年疫情期间 由于社区管辖的各个小区封闭管理 为了方便工作 她在附近租住的 春节本是合家团聚的日子 她却在用忙碌的身影 提升着辖区群众的安全感 我是一名网格员 我同时也是一名党员 就是作为社区工作的 这个网格员 是联系群众最密切的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工作人员 然后呢 也是跟居民 就像一个联心桥一样 能解决居民的一些事 让我们这些居民 要说说阿姨们满意 就是我们的工作 最大的动力了 春节是合家团圆的喜庆日子 但对于电力工人们来说 它更像是一年一度的大考 这两天啊 本西满足自治县的气温 降至零下15摄氏度 当大多数人忙着准备 购买年货的时候 在深山老林中 巡线的电力职工 却已经冒着寒风 行走在巡线的道路上了 本西县草河口镇地处 长白山渔脉 山高临密 时风千韧 眼下 冬雪已经覆盖整个沟域 山风裹挟着飞雪 让寒冷变得更加刺骨 几位巡线工人 一大早就已经收拾好 供气具 备足午饭 为一天的巡线工作 做好了准备 3949不出手 朔风阵阵透骨寒 巡线的小路 已经被大雪覆盖 巡线工人 只能凭借记忆 寻找最佳的路线 艰难地在雪地上 伸一脚 浅一脚地行走 一路上不知要摔多少胶 每到一机铁塔 他们都要停下来 仔细地观察 岛线和绝原子情况 因为山路陡滑 大家走起来非常吃力 直线两公里的山路 他们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 干这个工作已经32年了 每天都在 各路上去寻思些路 各路上去都在我心里状态 临近中午 巡线工人们终于到达 位于老黄港山顶的 220千幅草南县 012号铁塔 大家顾不上休息 分头展开工作 用扳手敲击塔材 用望远镜观察 岛线的迟度 11点56分 巡视完毕 收拾好作业器材 巡线工人们 奔着下一机铁塔出发了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草河口书店运检班的员工 要常年坚守在大山之中保供电 他们川陵海展荆棘 负责巡视维护66千伏以上 电压等级的书店线路24条 470多千米 全班每年巡视的线路长度 可以绕上地球一圈 巡线工作很辛苦 但只要想到自己的工作 能给山区群众带去光明 他们就很欣慰 每次巡线回来 看到万家灯火 霓虹闪烁 他们疲惫的脸上 总能露出一丝微笑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宝 我们来看辽宁省内其他媒体 都关注哪些内容 好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媒体扫描 首先来看鸭绿江晚报的消息 近日丹东市首次推出 实名制惠名卡 每张138元 丹东市民和在丹东工作上学的人员 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购买 持卡您就可以游览鸭绿江断桥 凤凰山 天桥沟等27家知名景区 其中22家景区可以享受首到门票免费 5家景区门票打折等诸多优惠 再来看安山全美的消息 26号是农历腊月24 也是海城市高铺子镇一年一度的东补节 上午10点30分 桑树村珍珠坑鱼塘 2万多平方米的冰面上 200多米长 十几米宽的鱼网 渐渐地收拢到了岸边 一条条大鱼 欢蹦乱跳地跃出水面 最大的鱼有30多斤重 补上来的2万多斤鱼 很快地就销售一空了 再来关注景州晚报的消息 临近春节 景州市的各大超市和商场里的年货 是琳琅满目 年味十足 市民们都忙着支办年货 像肉类 蔬菜 干果摊钱 排起了长队 浓浓的年味弥漫了开来 聊些小商品市场内 对联 大红灯梦 喜庆祥和 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再来看花鸟鱼市场 买花的市民也是多了起来 像仙客来 杜尖花 五彩缤纷 表达着对青春美好的祝福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顿 我是朱童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